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台北股市今天是有驚無險 看到沒有 這一段 撒 對不對 奇怪了 這一度要翻紅了 再往下壓 尾盤再來一個小小的銅子敗觀音 最後小跌15點 成交量不錯 2800多億 這個尾盤怎麼拉的 你應該要看一下 對不對 第一檔 台積電 有沒有 拉到小紅 各位不要小看 對這個對指數的貢獻是有的 還有這一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其妙 拉中鋼 拉了一萬多張 硬是怎麼樣 收平盤 告訴你什麼 指數可以修正 但是你不要希望它大跌 畢竟現在選舉的腳步 接近了 可是就有人覺得很奇怪 這個台北股市今天跌15點 那照理來講 AI的個股應該不怎麼跌才對 對啊老船長 照邏輯是這樣 可是偏偏被那個 那谷海老船長那個烏鴉嘴 昨天跟我們說 還需要怎麼樣 一根多的怎麼樣 跌停 才會觸底 所以說今天最爛 最弱的族群就是AI 對吧 那我說過了嘛 我會一直建議你們反彈 站在賣方 你不站在賣方 你至少不要去追嘛 對不對 舉例 3483 這個例子啊 昨天漲很多人去追啊 就算了 對不對 今天創新高還有人追 我真是受不了 那你昨天買的人也一起套嘛 對不對 這是豬頭山 這是豬頭山 我常常拿這一張給你們看 我說啊 這個叫豬頭山 這個叫阿呆股 AI的個股啊 他常常就是開一個豬頭山 收一個阿呆股給你 你呢 今天一大早跑去買 對不對 哇 今天勵志啊 一定怎麼樣 續強 昨天最強 對吧 然後呢 收盤套了兩萬張 這很慘耶 這等於跌停板 這個最高點 跟這個最低點加起來剛好10% 老船長 你昨天說 一根跌停 我們都以為你在開玩笑 對啊 一根跌停沒有規定是哪一檔 以勵志來講 今天就是一根跌停 追這裡的就是一根跌停 當然你的老師他不表演 對不對 今天一定全市場 除了我以外 沒有人會去怎麼樣 講勵志 懂嗎 你把節目看爛了 好 我常講我做公益 你的老師做生意 你被他騙了 對不對 好 那除了這一檔以外 還有一支叫做4908 注意啊 這個叫矽光子 一樣 也是一根跌停 這裡開高 有沒有 啵 碰 矽 這兩個加在一起 剛好又是10% 這叫矽光子 前頂啊 注意看啊 這邊有人拿出來收貨員在騙 矽光子要接棒 要發動了 你看網路上都是這種新聞 胡說八道 對不對 前頂何許人也 各位看一下 前三季只有賺1.91 講完了 他今年賺2塊多 本益比四十幾倍 別的頭顧老師不會跟你講 他跟你說 基本面不重要 會跟你講這種話的就是250 股票市場什麼面都重要 老船長那這樣子這麼多面 那怎麼辦 怎麼分析那麼難 對 股票市場那麼簡單 你勞定勞腳 猝臂隔壁隔壁 你打聽一下誰賺錢 就是因為他很難嘛 有些老師他怎麼樣 基本面不懂 什麼面都不懂 他只懂一個技術面 他就跟你說 技術面就代表一切 帶他的頭代表一切 鬼扯淡 不要去相信這種江湖術士 我相信如果你是這種老師的會員 我相信你輸得很慘 光一支AI的偽創就讓你掛掉 對不對 那前頂 剛剛看到了這個勵志 那之外還有什麼 譬如說今天我記得代號是我看一下 6139吧 雅翔 雅翔昨天頭顧老師 你去查一下 你去查一下 昨天拿出來表演的老師 你去看昨天的視頻 或是你不是鯨魚 你有記憶力 昨天在表演雅翔的頭顧老師很多 這種你絕對都找不到我骨骸老船長 他們昨天怎麼樣叫會員追進去 然後收了盤說你看 雅翔是我會員的股票 有沒有 然後今天你看他節目 他有講我跟你信 我退出頭顧業 這就是台灣頭顧業的騙數 我會員的股票是雅翔 這句話沒有錯吧 他昨天買進去的 他會員股票是雅翔 他沒有跟你講他是這邊買的 他敢跟你講嗎 絕對不敢 讓你覺得你看雅翔好棒 賺這麼多 沒有啊昨天買的 今天一個字是 然後你今天看節目沒了 你是昨天辦好手續參加 有雅翔好厲害對不對 股票都這麼會飆 參加以後才知道是騙局 我剛才講的三檔對不對 還有這一支 這一支經歷科我說過了 這主管機關應該要查的 老船長人家都說經歷科好棒 你說主管機關應該要查 我告訴你就是要查 這家公司有個特色 叫三個字賺壓彈 這家公司虧損公司 注意聽好 經歷科是一個賺壓彈的虧損公司 然後股價炒翻天 炒到兩百多塊 奇怪我覺得這個主管機關 一定要查 然後有頭顧老師配合 在節目上講經歷科有多好 一家公司股價兩百多 賺壓彈好 好個鬼啊 題材老船長你不懂 那每一個都講題材就好了 上市櫃公司可以講題材講不完 這一支也有題材 這一支啊 我最喜歡拿它做例子啊 北極新藥業 炒到兩百幾十塊 細 現在多少 七十幾 當初在這邊主管機關 如果有查的話 我相信大家不大敢怎麼樣 這樣子炒股 但是我發現 很久以來主管機關沒有在查 三二二八再給你看一次 現在到多少 到這個位置 注意看 金利科 兩百多 對不對 你看它之前炒到多少 炒到五百多 很誇張吧 然後直接怎麼樣 摔死 摔到兩百以下 這都不用查嗎 這根本就炒作股票 公司沒賺錢 要不然就賺一咪咪好了 可以炒到五百多 看到沒有 應該是六百多 最高到六百多 各位觀眾 誇不誇張 假如說主管機關都有在查 我相信這些主力不敢炒 因為我說過 調查局很容易查 上市櫃 任何一檔股票 任何一個券商下單 一調資料馬上就出來了 誰炒的誰買的 很清楚啊 要鎖定不會我來教他們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認為應該要查 很簡單嘛 坑殺散戶嘛 對不對 金利科嘛 別的頭顧老師都告訴你說 他有多好啊 是不是 你看 昨天都在表演 今天沒有人講金利科啦 我給你掛保證 昨天一定有人講 有人講亞翔 有人講金利科 對不對 有人講勵志 勵志還好 勵志賺很多錢 那沒有話講 對不對 我最覺得不應該的 就是這一種 公司一毛錢沒有賺 股價炒到天高的 你說亞翔公司有沒有賺錢 有 勵志有沒有賺錢 有 但是這種沒有賺錢 那為什麼我把這三檔股票 都拿出來講 因為很簡單 注意聽好 因為這樣的情況 就是投顧老師 收完會員 第二天翻臉不認人 只要大跌就不講 那為什麼投資人 豬腦袋投資人 會一直買單呢 很簡單 各位看測標 你有沒有聽過 蝎子過河的故事 有一天蝎子來到河邊 對不對 但大家知道蝎子不會游泳 他會溺死 對不對 他看到青蛙 青蛙哥 你行行好 載我過河好嗎 青蛙哥說笑耶 我載你過河 對不對 等一下被你的毒針一刺 一遮 我就一命嗚呼了 你當我傻 這個蝎子就跟青蛙哥講 那你就錯 你想 你載我過河 對不對 我用我的毒針遮你 那你死了 往下一沉 我不是跟著就死了嗎 這個青蛙哥一聽有道理 好像誤會蝎子 對不對 好 我載蝎子過河 就過到河中央的時候 這個蝎子 高高舉起他的毒針 遮了下去 青蛙哥痛得大叫一聲 然後臨死之前就問蝎子 那你遮我 我們一起沉下去 不是你也死了嗎 這蝎子笑笑的回答說 這是我的天性 我故事講完了 什麼意思 股票市場不斷有這樣的手法出來 散戶每一次都買單 因為這是散戶的天性 主力就利用散戶的天性 投顧老師也利用散戶的天性 一而三再而三的騙 懂嗎 我們先進廣告 鼓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故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鼓海中的一盞明燈 故得投顧諮詢電話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您的理財專家 故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故得投顧洽詢電話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八零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那麼除了我今天要告訴大家這些手法之外 尤其是經歷科 沒有賺錢的公司 我們其實也知道哪個老師在吵 找一個女主持人 然後一搭一唱在那邊騙 其實這個如果查到的話 投顧老師如果跟主力掛鉤的話 這是眾判 只是很可惜 沒有人在查 對不對 你不要跟我講經歷科什麼題材 我根本不想聽 哪一家公司沒有題材 你一個虧損公司可以炒到六百塊 亂七八糟 而且這不是第一次 這第二次 有沒有 上一次有人買單就死了 對不對 你看就這樣再炒再死再炒 然後全部死 休息了怎麼樣 一年再重新開始 我希望這一次有人去查 好不好 幹什麼 保障我們廣大無知 就是租腦袋的怎麼樣 投資人 投資人就是怎麼樣 不會改的 就測標 天性 對不對 人家跟你講這隻會去 很標 對不對 老船長講基本面很好的好股票 誰理他 對不對 買這一支才會漲 恭喜 買這一支才會漲 恭喜你 當然我想 主力應該還會再炒 他可能洗一洗 又再把他拉上去 那如果說市場上都像我這樣的投資人的話 金利科是做不起來的 他自己拉 他出給鬼 我們一看你公司根本就賺鴨蛋 連玩都不會玩 因為來到股票市場的第一天 你回想一下當年 當初 你帶的初心是什麼 老船長我進來股市的第一天 我就是來炒作 我就要做投機的股票 我相信沒有這種人吧 我是來投資的 我薪金庫存的薪水 退休金 對不對 那我來投資 那投資 請問是買虧損公司 還是買沒有虧損的公司 老船長當然是買沒有虧損的好公司 可是怎麼樣 換了地方換腦袋 對不對 因為後來你發現這種股票比較會飆 對不對 主力令做給你看 對不對 我沒賺錢 可是我會飆 散戶會不心動嗎 所以同樣的手法會 一而三再而三的騙到投資人 這個道理 人為財死 鳥為食亡 把這一集轉發出去 你這一輩子在股市 你都不會騙掉 為什麼 因為你心正 這種主力根本騙不到你 明白意思嗎 好 那麼另外我要講的就是 所謂的AI概念股 我坐在這邊講 好久 昨天也在講 我說小心一根跌停板 那今天勵志就表演給你看了 對不對 那我通常抓兩檔出來 跟大家分析 一檔是悲情的2356 這個夠悲情的吧 注意看 這準備要來破底的 這準備要來破底 我先講在前面 台北股市漲了一千幾百點 英業達漲這樣 你認為呢 就我跟你講三個字 籌碼戰 英業達公司有沒有賺錢 有啊 它不是賺鴨蛋公司 人家有賺錢 雖然本益比比較高一點 但人家有AI的題材 照理來講台北股市漲了一千幾百點 英業達好歹也反彈到五六十塊吧 沒有啊 快要破四十了 今天收盤四十二點一啊 我說過 英業達真正的安全點在哪裡 在三十幾塊 你們應該記得我講的話吧 在這裡 有沒有這邊有 左邊這邊有個平台嘛 對不對 過來三十幾嘛 跟它一樣呢 難兄難弟啊 三二三一啊 偽創啊 今天跌的比較重 各位先看一下 前天一百零四 一堆豬腦袋去追啊 現在剩九十五點一啊 不聽老船長的話 吃虧在眼前 各位看到沒有 一樣 台北股市漲一千多點 它準備要來破底 這裡有支撐 這裡這裡看清楚 所以我說八十出頭 最高點把它除以二 聽得懂嗎 大概在這邊之上附近一點 所以它還需要一根跌停多 我講多久了 你們這段時間 進去買的哪一個占到便宜啊 台北股市漲一千多點 它漲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投資人會這樣子 一直執迷不悟呢 就是我測標寫的一樣 剛剛前面講的是 主力投股老師配合來坑殺散戶 然後在節目上騙說最高點 漲這麼多會員大賺 其實是當天叫進去的 這種手法在投股業 已經行之幾十年了 這一堆豬腦袋的觀眾 還會相信 那沒辦法 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因為之前都沒有講 今天大漲突然間他有啦 各位懂意思嗎 老船長他之前有講 之前可能講一下 沒有漲就不講 但是他股票叫了180檔 哪一支隔了一陣子以後 有漲他就把call訊給你看 各位聽得懂意思嗎 你參加大家會員 你可以買180檔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騙 你不相信老船長的話 你就繼續參加那種騙的 你就會怎麼樣 走向歸零高之路 因為你本身心速不正 所以他跟你會怎麼樣 很match 很契合 在金光檔騙得了我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會被金光檔騙的本身心速也不正 我講白一點 也是貪 對不對 好 那偽創跟音業達 是套最多散戶的股票 對不對 我說過現在這邊是籌碼戰 這個套牢多少人 各位觀眾 這個偽創不知道套了多少人 你還在指望誰拉起來給你 沒有人 沒有這種人好不好 這都沒有量 剩下閃戶在玩 然後你的老師每天秀秀你 乖 不要吵 不要鬧 不可以退廢 等你的會期到了 你就可以滾 懂嗎 就用這一招每天安慰你 說2024偽創會大漲 現在11月下旬再忍一下 這個地方千萬不能殺 殺的話就怎麼樣 是低點 這句話他在這邊跟你講過 哇彈上來你看嗎 你要相信老師嗎 然後又死 這邊不能殺了 這裡已經很低了 你相信他 再破 這裡是底部 你看要上去 老師沒騙你嗎 再死 有沒有 就一死再死 接下來你就等得破了 為什麼 這裡套了不知道多少萬張 搞不好100萬張以上都有 應該超過了 沒有人可以拉上去 也沒有這種白癡 對不對 這開什麼玩笑 各位看一下 這289億的股本 它不是2億的股本 2億的股本隨便拉 對不對 那在這個同時 投資人他們一定怎麼樣 就堅持加碼 貪平越貪越平 這也是一種蝎子過河天性 改不了 一種是被投顧阻力騙 一種是這種執著嘛 對不對 那麼還有一種天性是什麼 只要你不漲的股票 我就不會去買它 你再好我也不買 舉例像這一檔 我跟你講過 它哪一天飆上去的時候 你就不要後悔 我把話講在前面 仓佑對不對 我跟你講它這個禮拜 在橫向整理有沒有 它就是在橫向整理 整理完 你看這個量縮 量縮整理請問一下 你學的技術分析 學了這麼多年了 量縮整理是買點還是賣點 當然是買點嘛 對不對 整理完 我認為它有機會上去 為什麼 因為它基本面太好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外資注意聽到昨天為止 連續買超10天 你認為老船長 不一定對 那至少外資連買10天 那外資也是錯 那就你對 是不是 外資是拿錢去買10天的 這個不能造假吧 那你覺得外資是神經病嗎 它一檔股票買了10天 到昨天連買10天 你去找台北股市 現在有沒有外資 連買10天的股票 它為什麼要這樣子買 很簡單 對不對 這不是賺鴨蛋的公司 前三季已經高達3.03 本益比現在八倍 八倍 對不對 你們喜歡買那個本益比很高 甚至虧損公司賺鴨蛋的 沒有本益比的 那這種股票橫向整理 你不喜歡嘛 哪一天真的飆上去 你又開始追 天性又來了 你要讓自己養成習慣 是投資而不是投機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我說過小米也要做汽車了 鴻海也要做汽車 連蘋果這麼大公司都要做汽車 這三家大公司都要做汽車 你告訴老船長 現在是地球村的概念 全球有多少汽車的關鍵零組件 這樣的訂單要出來 誰在做就倡幼 所以未來的市場會非常之大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投資要怎麼樣 一段時間 不是看短線的 那些阻力可以坑殺到散戶 這是因為散戶是豬腦袋 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來做個結論 我從來沒有這樣講 你手上現在有AI相關個股 我相信你慢慢相信老船長 你自己砍不下去 你自己不知道要怎麼換股的 甚至講難聽一點 你現在心裡很無助 因為你的老師把你的會費騙去了 他現在不斷的安慰你 或是他在節目上 根本連講都不講了 你有這種遭遇的朋友 如果你相信老船長 我們是開大門走正路的 你今天就有勇氣 把電話拿起來 打電話 你來找老船長 你有什麼問題 我親自 我親自回你電話 你現在很無助 沒有頭顧老師要幫你 你不用擔心 你打電話進來我們公司 留下你的大名跟電話 我親自回你電話 我沒有收你費用 我親自回你電話 你聽得很清楚 需要這樣子幫助的觀眾朋友 我今天開放唯一的一天 因為我怕太多人 我要回起來 也要回很久 但是我開放一天 因為我知道這個時候 你很需要老船長親自 我親自 不是助理回你 而是我親自來幫助你 你準備好了嗎 鼓起勇氣 拿起電話來 我會回你電話 現在開始撥打 我會把你打開